蕭琪 蕭琪的身材條件 也非常好 197公分 92公斤 現年17歲 前兩個球就出棒 而且面對蕭琪 當然 有點猶豫 Chess Wing 碰傳二壘方向 彈跳球二壘手接球之後傳向一壘 你看測速槍 迴棒落空 從頭到中間 有煞車的效果就已經非常棒 150了 打者這邊又是揮棒落空 非常有故事 這個球先看 打成了一個在中右半邊落地的安打 厲害喔 美盒的打者 屏東的打者 第一輪我覺得還不會完全發揮 等到第二輪應該會有更高的掌握度 這場比賽其實對於 球探來講他們是非常有參考指標的 所以我覺得反而這些屏東的選手 也要把握機會 但是卻用 右投他可以投到超過150公里 今天 在我們轉播室外面有一整排的球探 這個球打得 滿扎實的 不過正向三壘手過去三壘手接球之後 遍布傳向了一壘 在一局上半屏東線的進攻 出現了一瞻打但是並沒有先得分 這個球 兩好兩壞的情況之下 銷到了好球袋 這一球撈起來 左外野方向 左外手還在退 這一棒 哇打到警戒區 哇 差一點就紅了啦 直接扛蕭綺一支的話 哇 這個球可惜喔 跟得非常的好 這也代表說這些屏東的打者真的很可怕 我們講到這樣 很有看頭就在這裡 雖然是蕭綺 只要給你扛一支喔 對 現在這個階段其實很成熟 是 打成二壘方向 二壘方向滾地球 最後是一個四傳三的一個出局數出現 這個半局蕭綺投出了三上三下 證明你能不能夠攻擊這些 潛力的投手 是 強力的投手 他們已經打出了安打 也打出了一個在警戒區的深遠飛球 接下來周志廷 安打 中間方向落地安打 今天右打好像打起來比較順 這場比賽已經是 團隊第二支安打了 這場比賽不見得 新北就一定拿下勝利喔 甚至會有苦戰 對 他今年扛了一支 還扛得非常遠 點成的投手正面 小綺自己來處理 這算是成功的推進 這次棒好手 這一棒 打得扎實 而且這一支安打 李敏哲要帶有打點了 屏東線先持得點 三局上半 得點圈的一個機會 把握度很高 李敏哲第一次打擊被三陣 這一支安打 送回了剛才在二壘上的周志廷 非常好的推進喔 送上二壘之後 所以才說犧牲掉李軍這一棒 當然很可惜喔 但是他就是展現他的價值 推進成功之後 這邊一棒帶到右半邊 敲出一支帶有打點的安打 超前領先 新北市 現在跑者 趙跑喔 這個球捕手傳過來 然後他抓到了 對 第二顆就會比較有警戒性 這是一個道壘失敗 但是 三局的上半 屏東線率先突破 打成一個飛球 內野上方的飛球 二壘手就定位接殺出局 楊穎謙這球又被擠壓到 楊穎謙這球又被擠壓到 也都在 九宮殼的附近 打者碰成了三壘方向 這滾地球三壘手處理的很確實 對角的一個長傳 肖綺投出了今天個人 第二個三上三下的半局 肖綺 啊 第一顆球 畜生球 哇 這個變化球沒有控好 而且 K道是第一個打 第一次對決 差點從他手裡開轟的柯鴻玉 打者出棒 有幾方向 這個彈跳 一壘這邊來不及 二壘是封殺 他就負責這張比賽 好球 只要可以拿下來用球數 反正就是 再休息的幾天就讓他去休息 哇 已經拉掉了 外角直球 銷到了好球袋 打成了一個投手方向的軟弱滾地球 這個球有幾手 後方迅速的補位傳向一壘 完成了最後一個出局數 林柏俊 成功的把七局上半給守下來 雖然出現了一個上壘者 但是屏東線沒有再有有效串聯 最後這場比賽結果 就是由新北市隊 三局後半 他們靠著曾偉哲那一隻關鍵 逆轉氣勢的一隻滿冠拳雷打 跑步了 單局海冠了五分 也奠定了勝利基礎 8比2 擊敗了屏東線 也請國真幫我們做一下這場比賽賽後獎評 來比賽結束了 這場比賽真的就是這種 第一級的強隊 跟他們比賽的時候 真的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狀況 整個前半段來看 其實屏東的氣勢比較好 甚至於都有一點點感覺 好像可以扳倒這個大金魚的一個戰況 但很可惜 就中間的小小的一個 真的是小小的一個漏接 沒想到造成後面一隻滿冠炮 那邊這種球隊 只要一倍逆轉過去 那個壓力是非常大的 哪邊這樣 哪邊這樣 哪一把 呢 哪一把 呢 呢 這什麼 大家都